我要告诉年轻人 360行行行出去 你考哪去 故人你要选择 不要把这个看得太认真 你有本事 你有水平 你努力 你可以干一行 安一行 成功一行 所以要宽信 家长 学生要宽信 选一个学科 选一个学校 只是第一步 你要学好 你要去读书 中小读书是为了高考 大小读书是为了你的本事 掌握本领 有本领就可以去思维 找问题 找方向 进了大学 就要改变学习方法 传授知识 已经不是最主要的 而且要学会 如何学习 还要学会 如何跟人相处 我们现在全世界的教授在一起说 第一个要学会 how to learn 第二个 第二个学会叫做teamwork ability 团体工作能力 团体工作能力呢 两句话 你能不能服从人家领导做好工作 你能不能领导毕业人做好工作 这是我送给我们年轻的应届 毕业生进大学以后的 这两个 是大学学习 跟小学初中高中不一样的地方 谁这个窍门揪得早 谁就成才得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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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